自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承认敦涅斯克人民共和国与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并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乌之间的大战已经打了快900天,如今依然没有看到掩旗息鼓的迹象,而是双方继续在战场上保持着胶着的僵持状态。 这场大战不仅给俄乌两国造成了直接影响,还让欧洲、美国、中东乃至西太平洋的中、日、韩也受到了波及,考虑到中国与俄罗斯之间较为友好的外交关系,尤其是两国都存在与美国激烈的博弈。 许多西方智库机构和政府也在研究中国在这场冲突中受到的影响,并关注中国会因此和美国展开什么样程度的博弈,而通过对俄乌大战规模和影响的观察,在考虑到中美两个国家的国力和体量,一些观点认为,俄乌之间的冲突程度不过是毛毛雨,而中美之间的冲突则会是一场飓风,以史未尽,可以知星体,以人未尽,可以明得失,欢迎订阅老海说史。 对抗形势的差异,美国自本世纪十年代以后就逐渐将战略重心从中东和欧洲转到了亚太。 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其目的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如果未来中国真的和美国发生军事冲突,那么,从双方对抗的规模和影响来看,这场冲突中使用的武器装备,无论是性能、数量,还是有可能开创的新型战术,都将比俄乌大战更激烈,首先,受限于双方的国力、军力。 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大战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俄乌两国的陆军,双方的空军和海军实际上存在感不足,且长期缺位。 俄乌大战发生后,俄罗斯尽管出动了空军,试图掌握制空权,并对乌克兰地面目标进行打击。 但他们始终只是扮演陆军的配角,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空中打击行动,乌克兰空军则受限于机队的规模和性能差异,更不可能和俄军硬碰硬,也成为了为陆军干杂活的配角。 双方的空中力量都无法发挥空军的理想作用,在海上,乌克兰雷弱的海军力量在开战初期就全军覆没,甚至旗舰也被自己凿沉,而俄军的黑海舰队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不仅没有发挥夺取黑海制空权,实现在乌克兰南部海岸登陆作战,在南部封锁乌克兰海上通道的任务。 而且还被击沉了包括旗舰莫斯科号巡洋舰在内的大量战斗舰艇变得毫无作用,而中美两国如果交锋,双方的较量将不仅是地面部队之间的对抗,海空军之间的联合对抗将会占据更大的篇幅,这是因为中美两国主要的竞争热点集中在台海、南海地区。 特殊条件下则可能还会有朝鲜半岛,要在这些地方作战,必然是需要有强大的海空力量互相对抗的,而且,中美两国本来就各自拥有当下全球第一和第二的海空力量。 这其中,中国拥有至少1400架四代战机和可能接近200架的歼25代战机,四、五代战斗机的规模居于世界第二,且不少还是歼10、歼16这样的先进战机。 此外,预警机、电战机、直升机的数量也位居世界第二,中国海军手中则拥有两艘以服役的航母,39艘神盾驱逐舰。 合近100艘护卫舰,此外还有数量可能超过3000枚的弹道导弹,美国则拥有大约1700多架四代战机和400多架五代机,以及全球数量最多的预警机、战略轰炸机、运输机。 美军向海上还有91艘盾舰、11艘航母,中美两国的海空阵容如果打起来,必然比俄乌之间的海空对战更庞大、更激烈。 其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财政、人口和工业水平决定了他们之间的战争规模是有限的,俄罗斯只有1.43亿人口,乌克兰只有4000多万。 而中美两国各自的人口是14亿和3亿,此外,受制于俄乌两国本身的军事科技和国力,俄乌冲突的信息化程度也不可能比中美之间的冲突更高。 毕竟,中美两国在尖端武器上的研发和信息化程度都要超过俄乌两国对抗影响的不同,从更宏观的全球视角来看。 俄乌战争的确给全球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但比起中美博弈,这种影响的范围还是要略逊一筹。 在经济上,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于当今世界的影响是有限的,俄罗斯在如今的世界市场中扮演的角色是能源。 矿产和粮食出口国,毕竟俄罗斯在经济上是一个资源型国家,乌克兰的状况更加糟糕,他们对于世界市场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农业方面。 这也导致俄乌冲突发生后,国际油价、天然气和粮食价格出现了上涨的趋势,但这种上涨的趋势很快就被终结。 在欧洲,俄罗斯预言的欧洲会在2022年至2023年冬春之交被动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欧洲国家中开战后已经安然度过了两个寒冬,全球的粮食市场也在2022年夏季以后供应趋于稳定。 并没有因为俄乌冲突而大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俄乌两国的粮食、天然气、石油、矿产都存在很强的可替代性,其他国家完全可以转换供应链克服困难,比如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卡塔尔、沙特、伊拉克等中东国家以及美国。 澳大利亚都可以替代俄罗斯,而在粮食和矿产上,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也是市场上的替代者,但如果中美之间发生冲突,情况便会复杂得多。 毕竟,中国和美国在如今的全球市场扮演的是消费国和生产国的角色,这其中,美国是全球消费能力最强的国家。 美国在2023年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高达5.2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一。 美国市场是全球最重要的贸易市场,与美国的外贸关系能直接决定大部分国家的外贸形势。 而一旦美国陷入战争之中,全球的贸易形势都将陷入悲观之中,中国则同时具有生产端和消费端的属性。 在生产端方面,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制造业供应端,在钢铁、机电、日用品、建筑材料、化工等多个领域居于世界第一的地位。 一旦中国陷入战争,这些生产领域必然会受到影响,全球供应链也会遭受挫折,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无法及时供应,会直接影响到全世界人类的钱包。 而在消费端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石油、天然气、煤炭。 铁矿石、金铜等大型商品的进口国同时也是汽车、机电、半导体等多种产品的消费端。 中国14亿人口组成的市场吸收了不少资源出口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产品。 仅2023年,中国市场的商品零售总额就高达47万亿元人民币。 全球经济离不开美国市场,也离不开中国市场,中国市场的波动会给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让很多人失去吃饭的活。 而在地缘格局上,俄乌之间的大战目前仅限于俄乌两个国家的土地上,其他国家并没有公开下场的兴趣。 比如,俄罗斯自然多次在乌克兰战事上划红线,宣称北约国家一旦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援助就会是同于北约开战。 但事实上,后来这个红线的范围越来越向后妥协,即便经过芬兰、瑞典加入北约,北约国家向允许乌军使用武器攻击俄境内等一系列事态转变。 俄罗斯也始终没有下乌克兰以外的国家动手,至于向乌克兰使用核武器则更是被认为概率很低的事情。 由此可以看出,俄罗斯高层并不想在乌克兰之外增添新的战事,而北约国家同样也不敢直接激怒俄罗斯。 他们始终坚持,不向乌克兰直接出兵,不再战时吸收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原则,甚至在援武武器上射线,这也可以表明他们不愿意和俄罗斯直接硬碰硬的态度。 因此,俄乌冲突的战场始终仅限于俄乌两国之间,而中美之间一旦发生冲突。 即便是最低的范围,也有可能会牵动周边的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多个西太平洋沿岸国家参战。 毕竟,无论是在台海、南海、还是朝鲜半岛等热点地带发生中美冲突,美国都可以通过与韩、日、非等国早已缔结的盟约, 将这些被捆绑在战车上的盟友一起推向战场在朝鲜半岛。 美国在1953年就达成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在日本、美日安保条约,在1951年缔结,美国在这两个国家都有驻军存在,且这两个国家的战时指挥权均在美军手中。 而在菲律宾,美国也在近年来重新获得了九处菲律宾军事基地的使用权,可以更方便地干涉台海和南海事务。 看到面前有着这么多的美国军事基地和美国的盟友虎视眈眈,解放军又怎么可能在战事不动声色? 俄乌之间的战争的确是21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对世界的影响很大。 但如果中美这两个更庞大的庞然大物产生冲突,那么俄乌冲突的规模不过就是毛毛雨。 正因为如此,如何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如何维护两国的战略互信机制? 是考验当代政治家的重要议题,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本期视频就到这里,记得点击订阅,我们下期见。